下面这个故事呢要回溯到三年前 当时八十多岁的万代名老人啊 到邻居家串门 结果在上下楼梯的时候摔倒了 造成颅脑损伤成了植物人 为此老人的子女啊 将这个房屋所属的开发公司告上了法庭 三年来这个开发商已经为此事付出了五十多万 那么最近呢 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又开庭审理了老人子女提起的第五次诉讼 这已经是万代名老人的监护人 第五次通过法院向江苏会员房地产公司索赔 而通过前四次的诉讼 房产公司已赔付老人各项费用近五十万元 三年前也就是2010年 10月30号家住南京市兴贤家园的万代名和老伴一起到邻居家串门 没想到在下楼时一脚踏空再也没能醒来 这是通往休闲院三十六状一单元的必经之路 低层楼梯的踏步明显比其他楼梯高出了许多 万代名老人摔伤后 有人在这里加了一层台阶并未进行固定 踩上去仍是有些晃动 老人出行时还却扶着旁边的石柱 据了解在老人的前四次诉讼中 法院经审理后均认为 南京市兴贤家园休闲院三十六状 是被告江苏惠远房地产公司所建房屋 根据国家住宅建筑规范的规定 楼梯踏步高度不应大于0.175米 而一单元最后一级楼梯踏步高度约0.27米 与其他楼梯踏步高度明显不一 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而这一不合格项目与原告所受人身伤害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 被告应对原告承担侵权责任 赔偿原告继续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 护理费等费用 被告认为原告对受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而把院在此前的判决中均认为 此观点没有事实依据 不欲支持 今天上午 法院与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 希望能一次性解决 可原告认为 万代名老人的治疗时间还不确定 不同意调解 法院没有当庭做出判决